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第二位是宇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秦玉琳女士 欢迎您 第三位是浙江工业大学学术期刊社主任 法学教授石通波先生 欢迎您 第四位是瑞智企业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品瑞先生 欢迎您 第五位是广东工业大学通事教育中心副教授张绍慧女士 欢迎您 第六位是亚洲杯高中华语辩论赛总招王燕博先生 欢迎您 第七位是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谭飞玉女士 欢迎您 第八位是仙式公关集团总监陈思渊先生 欢迎您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担任本场比赛正反双方便是 正方由台湾大学队担任 有请正方做自我介绍 正方一辩米长西 正方二辩杨永俊 正方三辩杨成汉 正方四辩洪玉珍 台湾大学问候在场各位 感谢正方 而反方是内蒙古大学队担任 有请反方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辩碧楚南 反方二辩石同鹤 反方三辩秦天堡 反方四辩宇文问 先内蒙古大学辩论队 问候在场各位 感谢反方 而今天辩题及立场为 正方 网路支付的迅猛发展力大于弊 反方 网路支付的迅猛发展弊大于力 现在主席正式宣布 2017年第16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小组赛第15场正式开始 首先进行的是陈词阶段 每方陈词的时间为三分半 由正方先行陈词 三分整时会按铃一响 三分半时会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们请正方一辩进行陈词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网路支付细致以网路作为媒介的交易方式 如支付宝 Apple Pay 都是今天的讨论范围 所谓的发展 不能只单看一个面向 就像交通载具的快速发展 在追求快速的同时 必然也会注意到安全性 网路支付的发展也是同理 除了软硬体设备的革新 普及的提升 法规的健全与否 与人民的使用意识 都是迅猛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再来要去评价迅猛发展的利弊 万万不能脱离社会脉络 举例来说 体重下降这件事 如果脱离了脉络 单单只看数字本身 那毫无任何意义 唯有到我们知道 这个人是因为努力运动健身等正面条件 才导致体重下降 我们才能给出利大于弊的结论 于是 我们今天不只要像其他厂的正方一样 谈网路支付的迅猛发展 带给我们怎样的社会变迁 我们更要与对方便有 攜手讨论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 探讨网路发展的迅速发展 到底体现了何种社会条件 我们必须认清 网路支付的要能够迅猛发展 绝非一蹴可及 以中国为例 数位时代研究报告就指出 在中国 网路支付之所以可以迅猛发展 有大规模的跳跃性发展 主要来自于经济所的提升 多层次的政策支持 软硬体技术普及 以及产业多元模式竞争的四大利处 相反的 在台湾 网路支付难以发展 金融研究所所长就指出 主要归咎于立法进度延宕 基础建设落后 设备技术难以整合等负面因素 由此可见 网路支付的发展 已然成为衡量 当今社会是否成熟的正向指标 唯有一个综合条件 力大于弊的社会 才推动得了网路支付的迅猛发展 站在这个立足点上 我们继续往下讨论 探讨网路支付的发展 到底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网路支付便捷快速的付费方式 缩短了消费所需要的时间 与空间成本 星巴克在使用了网路支付后 平均每次消费降低了10秒钟 每年整整降低了 几90万小时的排队等候时间 此外 网路支付也为个人创造了 更安全的消费形式 在瑞典 因为网路支付的大量使用 抢案的发生率 大大降低到30年来最低 研究更指出 Apple Pay Sensopay的安全性 都远远超过传统信用卡 因为他们仰赖虚拟账户号码 每次交易都制作独特的代码 大大提升了账户的安全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北京 有八成的消费者认为 比起传统的支付方式 支付宝这种 现代的网路支付 却最能够保障消费者权益 而宏观来看 经济学家施奈德的研究也指出 每增加10%的网路支付使用 就能够降低5%的地下经济规模 协助政府打击犯罪的同时 还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纵上所述 我们可以发现 网路支付的迅猛发展 不但体现了一个 利大于弊的社会 也助长了社会 往利大于弊的方向发展 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或许在这个循环中 偶尔会走岔路 此时我们该做的 也是修正我们的发展方向 或补强其他的发展面向 而不是停下发展的脚步 总上所述 我方认为 网路支付的迅猛发展 利大于弊 谢谢大家 感谢正方一变 接下来请反方一变 进行陈词 时间一样是三分半 有请 好的 谢谢主席 问候在场各位 对方Mail今天告诉我们 网路支付的发展 会带来很多很好的便利 这是不可否认的 可大家需要注意 我们今天变题的前提 是在如此迅猛的形式下 网路行业这些本身的利弊 并不等于它迅猛发展的利弊 对方Mail今天好像将 今天比较的主体搞错了 而现状是 2016年末 中国网络平台上的支付数 就达到了 2085万亿人民币 同去年增长4倍 而支付宝用户数 从06年的不到千万 直到现在 坐拥8亿的实际注册用户 今天双方辩论的焦点在于 如此猛烈的速度 能否保证 网络支付发展的良性有序 我方之所以认为 币大于利 是因为网络支付 在给予人们表面 诸多便利的时候 也带来了一系列 无法避免的安全与社会问题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 来论证我方观点 首先 法律的制定速度 未能更上 网络支付的发展速度 公民遇到网络支付安全的问题时 很难有法可依 网络支付速度突发猛进 但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 却需要一套复杂的程序 譬如2010年 中国才颁布第一个 非股市管理办法 但支付宝财富通 已经成立六年之久 重点是 直到现在 中国还未形成一套 整治网络支付秩序的法律体系 在迅猛发展 与法律制定之前 漫长的时间差里 消费者一旦遇到任何 关于网络支付的维权问题 无从利用法律工具 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这极易消解 消费者对于网络支付 本身的信任 从而阻碍了 网络支付长期的发展 第二 公民的防范与辨别能力 无法适应网络支付的迅猛发展 信息财产安全遭受极大威胁 网络支付历史极端 大家还不能够及时应对网络诈骗 上个月 安徽同龄市一企业QQ被盗用 诈骗公司成员45万元 而警方最后只追回12万元 就在昨日 杭州萧山区一领导微信被盗 其名下三名公司财物 被诈骗了305万 而平台内的用户信息一旦泄露 而结果更加不堪设想 2014年至今 人民银行统计用户信息泄露 占投诉比例高达95.6% 而2015年1月 珠海破获支付宝盗刷案 涉及公司泄露网络账户 1000万个以上 而盗窃资金将近10亿元 2016年6月 公安部破获全球特大信息泄露案 而前京登员工泄露用户信息 高达51条 而黑客竟然将其用户身份 用于非法经营与走私洗钱的屏障 第三 网络支付迅猛发展 短时间内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 因为没有既有法律 政府更难对其准如标准运作行为进行监管 导致达不到准如资质的机构 盲目投机入局而抢占市场 经国家许可运营的网络支付 现在只有247所而没有爬照的支付平台 高达2000多家 其多为借贷和融资的平台 此类支付平台为抢占市场 毫不顾及贷款人的还款能力 任意提升借贷额度 譬如易租宝 它号称高于支付宝5倍 银行9倍的利息 在三个月内短时间融资500亿之后关停 从而诈骗了90万人的资产 而种种校园高息网络贷款平台 甚至是网络裸呆的产生 更酿成了种种的校园惨剧 网络支付的迅猛发展 造成了如此混乱的竞争局面 这对网络支付的良性发展更为不利 基于以上三点 我方坚定认为 网络支付的迅猛发展必大于利 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一辩 存词阶段到此结束 现在进行的是质询阶段 质询阶段共有两轮 每一轮皆由正方先进行质询 时间两分半 两分钟时会按铃一响 两分半时会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们请正方二辩进行质询 由反方任选一名辩识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 请开始 各位好 中央朋友您好 您帮论点分三个层次 第一 立法的速度太慢 第二 说网络上有很多诈骗行为 第三 网络有很多借贷的行为 对吧 我这么理解没问题 第一个人法律很慢 而且不玩笑 好 OK 那我一点一点讨论 我先从第三点开始讨论 请问 转换成网络的支付形式之前 是不是也有很多借贷的地下钱庄存在 没有错 有 对不对 好 那网络支付出现以后 我变成了网络的形式来借贷 为什么有比较惨 因为第一对方没有你看 以前的借贷方式 您能给我先描述一下吗 以前地下钱庄借贷方式 以前就是你去地下钱庄 它会叫你签本 对 或者用高利的方法 现在有一个一租宝 叫做一元起头 以前能一元起头吗 现在一租宝 以前又有标榜不用汽车 或者不用机车担保 就可以借贷形式 新的借贷形式 这让我的门槛变跌了 有没有发现 以前我不能一块钱 就去投资金 买资金买基金 现在我一块钱起头 这是第一 不是 我就刚才说明了 以前也有不需要担保 房屋汽车的借贷形式 两者如何比较 那对方没有事跟我说 你的网络支付平台 不需要保证安全吗 我只是说 你转嫁 这个支付形式的转嫁 本身没有造成更多借贷的问题 也不是吧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可以一元起头 可以随时支付 这就大了加大了 我说我可以完全就投入进去 谢谢东北 没关系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 好的 你帮第二点说 网络上有很多 形形色色的诈骗形式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请教 就有的ATM转账形式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 ATM诈骗或是电话诈骗 对吧 对方没有 你说是没有网络支付之前 是不是有电话诈骗案 对 好 好的 对方没有 那我想你得给我论证 他这个涉案金额 要比我网络支付大 我网络支付随便一个三个月 全国各地都可以被骗 都会被我骗 听我问题好吗 好的 我们的支付形式 转嫁成了网络平台之后 这些诈骗为什么更容易成功 您方如何说明 因为信息流通更快了 信息流通更快 以前的电话诈骗也可以威胁你 要求你立即转账啊 而且对方没有 那为什么网络的平台 就往往容易成功呢 对方没有 你现在我解释完了 就拿一租宝来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上当受骗了 以前我没有两万块钱 我没把投 以前的电话诈骗又有人 但是现在我有一块钱 我就投了 而且他告诉我 我随时可以取出来 另外最诱惑 最诱惑的一点叫做 它的利息是银行的酒杯 利息是银行 对我刚才在高利贷 一直回答很清楚了 以前的借贷形式 也可以无担保的 有借贷给你高额的金钱 这两者为什么 网络往往比较好 请开始 谢谢主席 现在有请对方便影 首先呢 您方理论中跟我们说 您方今天的发展 您的迅猛发展 是一个包括我们网络支付 包括我们法律制度 甚至包括监管 包括所有在一起的 一个全面发展 是吗 对 没错 你认为全社会 是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 都融合在您的迅猛发展里 对吗 不对不对 我方只是解释了 发展的定义 本来就不是单单是速度 我们举个奇特例子 跟您方解释 我们发展是这样的 那您今天强调的迅猛发展 这个迅猛一点体现在哪呢 我们来两个层次解释 第一 发展本身不局限于速度 第二 迅猛形容了 是发展的速度没错 明白您的意思 那我请问我今天迅猛发展 我存不存在法律的漏洞 我存不存在监管的漏洞呢 您方可以论证 我方也说明了 制度有在解决这些漏洞 有在解决是吧 那我们今天看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这个问题 您能不能给我解决得了 我们来看 我们都知道 2011年我们出现了我们的微信 然后我们2012年的时候 我们微信用户已经超过了两亿 那请问 我们现在我们微信要有实名制 对吧 为了保证我们资金的安全 那您知道我们是多少年 颁布法律来 2016年7月 对 我们看可以是五年的时间 我们继续来看 那您知道截止至2016 对方便有让我问下一个问题 我们问完向您论述好吗 那您知道到2016年年底 截止的时候 我们网络支付的使用人数 有多少人 您知道吗 您方该有说的数字 几亿人 没错 八亿人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 在我们的天猫很有名的节日 11月11日 我们双11那一天 单仅一天 您知道这一天的网络支付的交易金额 有多少一天吗 你可以告诉我 我猜应该不少 对 192亿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可是金额本身不能论证一方命 请问这些 请问来我们今天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的用户人数高达8亿人 我们的流转金额高达912亿 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法律 它之后的时间有五年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网络支付发展太快 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漏洞之下 请问对方便有 我们还虚谋发展 我们还虚谋发展 那您如何来保证我们资金安全呢 我可以回应了 首先 任何法律的制度 本来在弃物之后 这很平常 而这个五年的建设有问题 你方可以说明 我们今天为什么强调这个法律的跨越性 法律它本来都有自后性 可是我们今天强调 网络支付它虚谋发展 它发展得太快了 我们法律都跟不上它的发展了 他们之间本来一小节 我可以很好的完善 现在一大节了 没有法律制度 我们没有人来维护我们群众的安全了 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市场监管 对方便有 我们今天法律已经出台 现在这样虽然不是很完整 我们来看市场监管 请停止发言 感谢双方便是 接下来是正方三便进行质询 由反方任选一名便是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 请开始 都要面有您好 先跟您方确认态度 您方对于网络支付的态度 您方有没有打算要发展 当然要继续发展 谢谢 所以都要面有认为 网络支付的发展是利大于弊 那想请问一下 那您方所推论的两点论点 跟迅猛本身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因为过度迅猛 所以资讯就会泄露得更多 您方有没有论证 为什么我们要说迅猛发展 迅猛它是一个相对子 它要相对于其他的 其他的基础数值和法律 对啊没有那想请问一下 您方认为说现在过于迅猛 那怎样的速度叫做和缓的速度呢 当然是其他的配套措施 譬如法律 譬如用物体系 譬如市场的监管和风险准入机器 监管跟配套措施跟速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您方冲击一样论证了 网络支付发展在一个利大于弊的社会发展才会利大于弊 没有意义 回过来看 对方没有一个正常的网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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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对方没有我要问问题了 想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做比较的时候 是应该要跟原本的世界做比较 在没有网络支付的情况之下做比较 对方没有科技是正常发展的 正面回答我 我们只需要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发展做比较 这是一个三个的过程 所以要跟原本的货币制度做比较 那想请问一下您方认证了两点避害 第一点告诉我方说资讯有可能泄漏 您方可以告诉我方说 在网络资讯在网络蓬勃发展之后 资讯泄漏变得更严重吗 对方没有 当然是资金泄漏更严重 因为我今天在家里 我在最北方最南方 我都可以筹集到自己 那我方举证告诉您方说 Financial Insight研究指出 Apple Pay跟SanternPay 指纹认证安全系统 远高于传统信用卡的信用保障程度 那想请问一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网络支付迅猛发展 反而让大家的资讯反而更不会泄漏了呢 好 都要没有 我们今天都要没有 这些发展本身并不懂它迅猛发展对不对 我们迅猛是一个相对的含义 来 对方朋友 这些发展在现况下 中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之下 都已经好于信用卡 您方怎么论证 这个本身会造成更多的弊害呢 好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迅猛发展 并不是不发展 对方朋友 今天首先会讲的一个概念 不是不发展 而是要相对于其他法律 而是要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我刚刚刚说 Apple Pay跟SanternPay 都是在您方所谓迅猛发展的情况之下 出现的支付形式哦 往下讨论下一个问题 对方朋友 想请问一下借贷的问题 我方这里指出 在北欧推行三年 迅猛发展的 推行三年的网路支付之后 地下经济因此的减少三分之一 也就是整体 非法借贷减少三分之一 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迅猛发展之后 非法借贷反而变得更少了呢 可是对方朋友 好像忽视了2008年 美国的自贷危机 正是因为那些银行的贷款方 他们根本就忽视了 那些借贷款人 他们的偿还能力 对不对 时间到请停止发言 感谢双方辨识 最后由反方三辨进行质询 由正方任选一名辨识 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 请开始 好的 我想对方朋友 咱们先冷静下来 我想第一个问题 咱们今天比较别准 是不是看谁能让网络支付 良性发展 对方朋友 可以再讲大声一两 我听不太到 就是说能让网络支付 发展更好 对吗 对 好 那下一个问题 今天对方朋友 你告诉我 网络和钱庄和电信 和电话诈骗一样 对吗 网络的诈骗案 比起原本的 现金诈骗案 跟你的信用卡诈骗案 都来得更少 我方刚才举证了 区别在哪 区别在哪 在于现况下 借由行动支付之后 因为行动支付 你必须要把你的所有资讯 上传到电脑 然后借由政府的监管 所以政府可以知道 好 对方没有 那我明白你意思了 我还没解释完 这我问题可以打断 尊重一下我 尊重一下我 好吗 我想问你一下子 对于刚才我们说的一个 APP来说 它一元起头 年化力高 灵活直取 现金行不行 现金行不行 对 不行啊 好的 因为现金没有办法 继续问 你现金做不到 所以说和地下全章不一样 继续问 你信息是不是给他了 全部的信息 那这样的话 现金可不可以做到 信息给政府 对 他全样的信息 你现金是不会给他 地下全章 电话诈骗 我给他讯息 不代表他会泄露信息 好的 这些讯息是政府有办法 我还没打完 你也不确定 他能不能泄露信息 好了 下一个问题 设计金额 您帮他听资料吗 五百亿 九十余万人 现金能做到吗 这么大的 我帮他直接举证 告诉您帮 在瑞典使用电子支付之后 整体的贴到案 大幅下将犯罪来到 三十年来最低 代表资讯一点都不会泄露 您帮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对方没有 但是现在咱们的制度 法律都没有完善 而刚才我说 那个五百亿 五百亿九十万人 是三个月之间 法律专制度不完善 对方没有 你今天 对方没有 你今天先告诉我 网络支付完全不必要更安全 但是网络支付 作为一种新型手段 要不要更安全呢 谢谢都要没有承认 它更安全 新型手段 我方也用资料证 告诉你方 新型手段更安全 现金被骗 你可不可以不用现金 但你又没有 其他支付系统 所以我选择 用网络支付更安全 但是网络支付 你被骗了 可不可以不用网络支付 可以 可不可以少用网络支付 你可以选择 可不可以少新的 用网络支付 可以对不对 都可以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的前提叫做 让网络支付更好的发展 人都是被打两下 都疼的对不对 我今天被骗了 我可以再用网络支付 我明天被骗了 我可以再用网络支付 对方没有 我问你 你一个星期被骗七次 每次被骗两百块钱 你还会用网络支付吗 当然你现在有现金支付 如果你网络支付 如果一个月被骗七次 你现金一个月 可能会被骗一百次 那我宁可用网络支付 没有那肯定不是 那肯定不是 所以我方举时针资料 告诉你说 被诈气安全会减少 所以说你网络支付 可以不用 但你现金不可以不用 这大有差别 谢谢 质询阶段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小结 美方将派选一位辩识 针对之前的质询 答辩的内容进行小结 时间两分半 由正方先行小结 两分时会按铃一响 两分半时会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们请正方一辩 任选一名辩识 进行小结 有请 谢主席大家好 首先在方便的面向上 他方也承认 网络支付有更加方便的利益 接下来检视 他方所论证的种种避害 都是因为眼光太过狭隘 才会吹毛仇私 首先在科技的发展上 本来就没有任何科技 是十全十美的 过去的现金交易 或是信用卡加益交易 也同样都有 被偷被抢被盗刷 害客入侵的种种风险 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构成 我们评价这些支付方式 必大于利而放弃使用的理由 相反的科技本来就会自我修复 更何况网络支付 因为使用了更先进的加密技术 还更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接下来看法律制度的修改层面 其实对方便有误解了 科技的发展迅速发展 与法规的制定从来都不冲突 切好是因为科技足够迅猛发展 有足够多的使用者投入 才会聚焦政府的目光 发现问题对症下药 如果使用者不够多 政府根本无力 也没有心思要制定制度 举例来说 在台湾50年代 很少的人骑机车 所以政府根本没有制定任何法规 对于机车有太多规范 直到80年代 随着整个都市化 因为太多人骑机车 交通问题上升 政府才制定了对于 交通法规的机车种种规范 要求大家戴安全帽 必须两段式左转 所以我们发现 对方便有觉得五年太短 但如果网络科技没有迅猛发展 可能五年政府都不会愿意 制定制度法规制度 更是怎么办要强调 法规的建立 与市场的发展 非但没有相反 还可以让市场更加蓬勃发展 因为一个安全的市场环境 也会让消费者更加愿意投入 接下来讨论犯罪问题 对方便有心心念念 很多借贷啊 欠钱的犯罪问题 然后网方的资料也告诉大家 因为其实黑市真正的问题 就在于政府难以追查 现金流向 然而改用网络支付之后 因为网络支付的特性 可以留下资讯 政府更方便监察 也更方便减少犯罪 所以我方的实证研究 才能告诉大家 使用网络支付的地区 都能更加降低黑市交易 最后回过头来看我方的论证 我方就说了 讨论一个社会现象 不能只看起本身要回归卖路 就像我们在讨论街头涂鸦的时候 也不能只讨论美观与否 如果一个社会之所以街头涂鸦 蓬勃发展 是因为人民的素质普遍低落 这样的负面现象 我们就会评价 它是一个弊大于利的发展 然而我们恰恰发现 一个网络支付 在各个社会之所以 可以蓬勃发展 是因为他们资金充足 政府的条件 整个社会相当成熟 才能够孕育出 蓬勃发展的网络支付系数 所以我方也认为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们要相信 这样一个稳健的社会 直面有问题 也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谢谢大家 感谢正方 现在请反方 任选移民便士 进行小节 有请 谢谢主席 今天对方没有告诉大家 网络支付很方便 没错我们也承认 今天我相信 大多数人选择网络支付 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方便 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前提 在我们选择网络支付之前 我们都默认了它是安全的 你比如说支付宝 你比如说微信 我没有想说它不安全 我是想大家都在用 很安全 那就用吧 所以说 网络支付这种发达 肯定没问题 我们对它很信任 但是大家现在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灾难 还没有降临在大家头上 如果 我据一个数据 去年20%的用户遭到损失 43%选择了报案 而追回的人不足一半 是否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对网络支付还真的放心吗 讲一个故事 我们四遍的社友 被微信诈骗 诈骗了300块钱 从此以后 他就微信不敢放开 再多的钱了 而且他微信使用次数 也明显降少 所以说 用户的信任 是网络支付这个东西 能不能发展的瓶颈 随着网络支付的迅猛发展 对现金投资 小要贷款的门槛 的确是降低了 没错 但是在支付行业 几千家的同时 没有健全法律体系 和监管机构的情况下 对方没有很难保证说 我的投资是有序的 是合理的 我们再来看借贷平台 中国现在的借贷行业 除了无门槛的同时 也没有标准 也没有主管机构 在这种三无的状态下 很难实现合理借贷 为了占领市场 各借贷机构的贷款额度 审核机构一松再松 甚至说一个真事 一个寻生证能借一万块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 网络平台的坏账率 使银行的三倍还要高 很容易出现企业破产 甚至公司高层跑路现象 比如说快乐案 现在这个煮饭 卷了180亿跑到外国去了 至今没有落网了 虽然对方没有 今天还告诉我们 一个叫做 网络支付和钱庄一样 但是实际上 现金我几年丢一次 一次丢几百 但是网络如果不安全 我这个账户的钱 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操控 而且最根本的区别是 如果我今天现金被盗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不用现金 因为现在已经是现金化社会 但是在一个 没有去现金化的环境下 网络支付 我们可以不用 可以少用 可以小心用 但是请注意 网络支付现金已经没有退路了 是因为 是因为我要求你 网络支付必须给我安全 如果你给不了我安全的话 我宁可不用 因为我还有现金 谢谢 感谢返方 小节阶段到此结束 现在进行的是自由辩论阶段 每方各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两对分开计时 三分半时按铃一响 四分准时按铃两响 此时这一方便不得发言 自由辩论发言顺序为 当一方发言完后 就有另一方进行发言 不可同一方连续发言 现在我们请正方先行发言 有请 谢谢主席 对方便哦 您方再再提到了网络支付底下发生的诈欺案 或是诸多案件 但是您方似乎没有跟旧有的支付形式进行比较吧 您有所不知 在16年的时候 第一银行的ATM遭跨国植入恶意城市 被盗领了8,327万元 无独有柳 16年17年赵峰银行 彰化银行 土地银行也都相继发生了旧有支付形式的诈欺案 您方如何进行比较 我们说了网络支付和传统诈骗不一样 最大的问题在于你在网络上会留下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只要留在那里犯罪分子利用一次才可以利用第二次 而对方没有一直在跟我们说网络特别安全信息不会泄露 我们来看2015年有将近200家网上商城或支付品牌被暴存在安全漏洞 导致数据库被泄露 这就是对方没有所谓的安全绝对不会泄露吗 对方没有跟我们谈信息 你知道永丰银行过去曾经因为寄错账单 外系了2万比3万大家的个资 就有了支付息子是不是也会外泄你口中很珍贵的个人资料啊 对方没有我已经跟你说了 网络支付和现金和银行都不一样 因为它没有退路了 我用户的信任是有额度的 再对方没有举个例子 今年1月某支付机构泄露上千万条信息 设计16家银行损失了3900万 对方没有你难道还要说信息不会泄露吗 我方没有要说信息不会泄露 但我方说传统的支付形式也会泄露 在台湾的银行就有3000多笔的个人资讯也被泄露 名方怎么比较 这方便有我们今天都谈到了信息泄露 很感谢您终于热了信息会泄露 那您知道信息泄露之后用到哪了吗 我来给您举个例子 在我们今年2016年6月份的时候 我国有五个手份 他们通过购买在其他方面上泄露的网络信息 与支付平台的账号密码进行对比 进行盗窃案件 同样便有您这方怎么解释 谢谢您方承认信息泄露很严重 我方在举出资料88.3%的网络消费者认为 又有提供支付宝服务的网站 比起没提供支付宝也就是信用卡 方法的网站来得更加可信 这次去论证了其实信息泄露这部分 支付宝做得比现代信用卡更好呢 可是对方没有网络支付的发展 是不是大势所居 有意义呢 请问对方表 为什么今年6月京东陷露51条信息案 仍然下落不明没有结果 是不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现存的法律 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呢 我们今天东举一个例子 西举一个例子其实没有意义 倒是您翻开正面的比较 如果比起过往的支付形态 网络支付的风险没有更高 为何可以论证避害 网络支付 我们说了它把你所有的信息都暴露在了 暴露在了视线之中 它只要可以盗取第一次 它可以盗取第二次 这是第一个风险更高 第二个风险更高是 它法律监管不完善 我在银行存款 我有央行 我有银行作为保证 而我的网络支付呢 网络支付的法律 落后多少年 落后五年 那是五年之间 如果你的财产安全受到了损害 你该怎么办呢 这样非常担心 然后其实现在的网络支付 使用SSL加密技术 其实比起过往的银行行员 还可以经手你的资料 其个人资料的保护是更安全 所以再请教您放一次 比起过去的加密形态 它到底有没有更危险 对啊没有 我今天已经说了 我们比较标准是 网络支付发展 是不是良心有序 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不能跟过去比较 因为过去 它是没有退路 只能用现金 但是网络支付 现在是有退路的 你必须先给我保证安全 时间 好了 如果你要比动态的过程 我方小杰也讲得很清楚了 随着同伯发展 越来越多人运用 法规的建制 也会因为有更大的需求 越来越的完善 是不是迅猛发展本身也会 渐渐地解决 临方害怕的问题呢 对 我往前进一步 那当然叫做法规往前完善 可是这是八亿人啊 我八亿人都没有 法律保障的时候 你告诉我 哦 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要来完善 是不是有点太迟了 而且迟了五年哦 对方对方也会 谢谢哦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八亿人 只有八个人在用的话 这个法规永远都不会 有建制的这一天 如此的迅猛发展 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法规才能够逐渐成熟 如果没有迅猛发展 法规又要如何推动呢 对方便友 您方的意思是 我们今天要以我们 牺牲国民安全为代价 来发展您的网络支付是吗 对方便友 这不是一个牺牲 您方就算说稳健发展好了 稳健发展你们是希望 永远保留在 都没有人要使用 还是你们希望 争有一天 人数也会提升到那么多呢 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话 您方又如何论证 伤害会比较小呢 可是对方便友 今天好像搞错了 什么是蓬佛发展 什么是迅猛发展 为什么缺东西的发展 它就叫蓬佛发展了呢 而且易租保的招牌 在沈阳市挂牌了三年 而且这个易租保 它的牌子比中国银行都要大 为什么没有人监管 是不是法律不够完善 是不是没有人去管它 这个发展不够呢 对方便友 才是搞错迅猛发展的意思吧 迅猛发展的意思 只是速度很快速 不是追不上了发展 失控了发展 才叫迅猛发展好吗 对方便友 对方便友 你说传统的也有借贷平台 可是传统借贷平台 银行会调取 我所有的借贷记录 所有的借贷记录 交易记录 而网商平台不会 我一张学分 真正能抵到一万块钱 我一张公务员的交费 一张公务员的工资 能抵到十万块钱 对方便友 这就是您所谓的更安全吗 对方便友 想抬借钱没问题 过往地下钱庄 问题非常严重 切好是因为网路支付的出现 让地下钱庄 降低了三分之一 您方如何解释 对方便友 正是因为 因为他们那些钱 全部都流向了那些网络支付平台 但是那些网络支付平台 它是不稳定的 它随时都可能崩盘 因为坏账率是银行的三倍 因为它不需要抵押 不需要审核 就连我这个 没有任何收入的大学生 每个月也有 也有两千块钱的额度 这难道不是一种 不稳定的现象吗 审核标准谁高 菲提器是看当家 要借钱的那家公司 如何订定 跟他的平台 位在哪边 没什么关联 而甚至我们 如果认真一点讨论 也是因为 网络支付的形式 会留下记录 来让这个地下经济 比较好被追查 我们前面说过 斯奈尔的资料 很明显了 每增加10%的网络支付 就会降低 5%地下经济的总额 这是不是反而 会让我们更容易 抓到 林方念字在字的那些问题呢 对 对方编友承认了 正是因为 网络支付的迅猛发展 为什么我不需要审核 我就可以给你钱 正是因为 如果你不给我钱 还会有别的企业给我钱 这才是为什么 我们会争相给钱的原因 对方编友不要说笑了 林方所在乎的 当年美国次贷风霸 难道是网络支付造成的吗 而且对方编友 我们今天的接待平台 很多都是无证形式 你怎么解决呢 对方编友 地下的钱状也是无证形式 林方还是没有进行比较 我方在给高评分资料 瑞典对于现金交易 因为在有更多人 使用网络支付的情况之下 犯罪率下降到30年来最低 那这个犯罪率下降 林方认为是个避害吗 林方没有 你今天跟我讲 地下钱状跟我讲 各种瑞典之了 我已经告诉你 网络支付它没有退路 今天如果让网络支付 能够好发展 你就要保证它安全 你不能说 以前的也不安全 你就告诉我说 我现在就没法发展 不能理解什么叫没有退路 在众多支付形态中 本来就是消费者 可以自我选择 如果消费者都觉得 网络支付比较可信 比较想选择 那为什么林方要阻止呢 林方便宜 我们今天讨论的编题 是网络支付 所以我们要讨论网络支付 但是是否能量好发展 对 所以我方询问您 当网络支付 变更了旧有的支付形式 这个转变的过程 有没有产生新的避害 所以我们这时候 才会要求林方 跟旧有的支付并民比较 而如果林方真的觉得 以前的地下原装 借钱很安全 你就真的不认识地下原装 你只要打个电话 就愿意借钱给你 只是你不还钱 他会叫你去剁手指 用户不信任没人用了 所以如果网络支付 没法发展 但是现金的话 没有退路呀 听不懂为什么现金没有退路 你在银行借款 要留上信息 反而在对面有世界之下 信息又可能会泄露更多 而且其实在这个发展脉络中 我们更要注意到 是什么样的社会 让网络支付蓬勃发展 如果这个社会 其实更稳健 更安全 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能力 能够吞下这些壁骸 然后发展得更好啊 王辩友对银行太有信心 你知道中国信托那时候 因为没做好个资控管 是任何一个路人夹以柄 都可以去他们的银行门市 查每个人的资料 旧有的银行支付形式 是不是也很容易有 个资外线的问题啊 正方时间到 感谢双方辨识 最后是总结成词的阶段 每方各有四分钟 有反方先行总结 时间三分半时会按铃一响 四分准时会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现在请反方四遍 进行总结成词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感谢今天对方辨友的精彩发言 但是有一点我非常疑惑啊 对方辨友说的迅猛发展 似乎是一种 法律也好 发展也好 然后监管也好的发展 但是这个发展它现实吗 我想知道对方辨友 这是从哪一个国家 迅猛发展的现状得到的呢 我觉得找不到 我们今天迅猛发展是什么 其实我们当下就是迅猛发展 中国大陆 仅十年 仅十年有六成的人 都在使用网络支付 每年增长额近百分之五十 这就是迅猛发展 但这种迅猛发展是全面发展吗 不是哦 法律的之后至少有五年 对不对 第二 对方辨友说 对方辨友说 我们今天的发展 对方辨友说 网络支付是建立在一个 刮熟地落 各方面都好了 经济也好 信用体系也好 都有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去建立 网络支付才会发展的这么快 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 今天我方立论就说了 至少我们国民心态 我们对于网络支付 我们对于网络支付 潜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我们法律法规 制度没有跟进 我们的监管没有跟上 我们每年 大家知道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 当我用网络 用网络支付 聚集了一个资金池 我可能有上亿的规模 当我挪用这个资金池的时候 对方没有知道 我们国家法律法规 对它的处罚是多少钱吗 三万块钱 也就是说 当你可能挪用 上亿的金池的时候 你处罚只有三万 对方没有跟我说 这个监管 它是一个成熟的过程吗 它是一个刮熟地落的过程吗 它当然不是 今天我们网络支付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个支付手段 对大家来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它的安全 如果你 如果这个支付手段 没有办法保证 你的财产安全 你是不是肯定不会用 但是大家 使用支付宝的时候 似乎都没有考虑过 这个问题 我身边所有人都在用 它有那么大的现金体 然后它有阿里巴巴 作为被称 所以我们觉得 它肯定是安全的 这是一种默认 而这种默认 恰恰是我方觉得 最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支付宝 它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安全的 可是中国不是只有支付宝 中国在迅猛发展的阶段 它现在有2000家支付机构 而获得迎监会 挂牌许可的有多少 加274家而已 仅仅十分之一的是安全的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他们是不是不安全 但是依然有那么多的钱 涌入在那里 这就是我方说的 你的安全意识 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再来 对方没有一直在跟我比较 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我们过往也有诈骗 对 我们过往也有贷款 对 对 对 我们过往都有 但是 但是过往的情况下 这些诈骗 这些贷款会起到这么大的影响吗 当然不会了 诈骗 过往的诈骗 最多小打小闹 几亿元上天了 现在三个月500多亿 那这种规模可以比吗 更何况它还 关联着你的消费记录 关联着你的信息 那这种情况下 它可以掏空你的钱包 第一次它可以掏空你的钱包 第二次 作为一个支付手段来说 如果它没有 没有用户的安全 作为被称 用户不再信任它了 这也就是我方一直在说的 用户不再信任它的情况下 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不信任你 我是不是网络支付 是我唯一的选择呢 不是吧 台湾没有支付宝 台湾支付宝发展不够全面 台湾 台湾网络支付发展不够好 我们在这里生活 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阻碍 我们可以用现金 我们可以用信用卡 银连微傻都能用 是不是说明 只要我对网络支付 不信任了 我就可以不用了 这就是网络支付和现金 最大不同 现金没有退路 而网络支付 我们有退路 我们可以不用 所以说一旦网络支付 透支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来 那么人们不用网络支付 对方没有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还可以说叫网络支付 又好又快发展吗 停止发言 感谢反方四变 最后我们请正方四变进行总结成词 有请 谢谢主席站 各位大家好 首先对方便友的态度 在节变跟一开始的答辩 有一个明显的落差 他们前面说 网络支付其实相当好的 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要发展 但在最后的时候 却又告诉我们 网络支付是有退路的 如果我们对他战战兢兢 不信任他的时候 我们可以退回去使用现金的时代 那么对方便友 您方到底是觉得 我们是只要都用现金好呢 还是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能够进入到 网络支付的时代呢 那您方的态度在这个地方 我方实在是看不明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首先在讨论 这个网络支付迅猛发展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回归现实 回归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脉络来看 我们要看是在 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底下 网络支付才能够迅猛发展 有没有发现 我们今天在场上讨论的 都不脱离 就是北欧 丹麦 瑞典 美国 乃至于我们宁方 一直在讲的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却不会再讲 使用网络支付迅猛发展的国家 如台湾 东南亚 或是其他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 为什么在那些 我们今天这样场上 不再举例的国家 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迅猛发展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网络支付要迅猛发展 它是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 一定的条件底下 才有办法促成这样子 他们必须要在商业经营的模式 是非常多元的 并且金融体系 消费能力都有一样的动能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水到渠成之后的自然结果 所以我们先得知 在网络支付的迅猛发展 它是一个在利大为弊的 社会的前提底下才能带来的 往下去看 对方便有担心的是 那一旦迅猛发展了 会不会帮我们带来的越来越远 让我们的支付 陷入到一个非常危急的地方 首先要先讲 对方便有对于迅猛这两个字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他们所谓的迅猛 叫做法规跟不上的发展 就称之为迅猛发展 但是显然不是嘛 例如说在丹麦 他们的电子支付 也发展得非常完善 法规也相应跟上 难道这个就不是迅猛发展吗 对方便有这显然是 落入套套逻辑的论证 所谓的迅猛发展 等于必大于力的发展 等于法规跟不上的发展 而一个必大于力的发展 必然得出一个必大于力的结果 对方便有我们能够 这样子论证命题吗 所以显然不是的 而我方要讲的是 为什么在迅猛发展的状况底下 反而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 首先在安全的层面上 您方再再提了 网路支付 发生了多么可怕的诈气案件 那我方要讲的是 您方有跟过去进行比较吗 刚刚在截便的时候 您方说的 过去的那些地下支付 过去的那些地下钱庄 或是诈气案件 都只是小打小闹而已 这方便有 不是您方说小打小闹 四个字就等于小打小闹 您方有注意听 我方前面的矩阵所提到的吗 过去的ATM诈气案件 动辄也是上千万的 甚至有上亿元的 而这个个资外泄的问题 台湾现在有三千多万 比个资也是在信用卡支付的状况底下 发生的外泄 这样子两项比较一下 一个诈气形式的转变 您方又如何可以说 在网路支付底下 必然是相对于危险的呢 更何况我方讲了 科技自己本身是会解决问题的 过去的信用卡卡号 您在进行支付的时候 这个东西中间的人员 他们接收到的时候 其实相对您个资外泄的风险是更大的 但是现在更新的科技 它的加密技术 或是只有Apple Pass的Token 他们都是单一次的 单向没有连上网路的加码方式 但在他们只使用这个Token的方法底下 在实际无论是民调上面 或是科技上面 都是能够更加保密的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在使用电子支付的话 相较于过去信用卡的卡号 或是甚至上网 Google就可以得到您的个人资讯上面的话 当然是电子支付 当然是网路支付来得更加安全 至于迅猛 对啊没有 每到了寒暑假的时候 许多大大小小比赛都不断地在发 都不断地在发生 这时候时不时地就可以看到 许多变圈的学长姐他们说 啊 没想到我要看到了一场 我过去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比赛 彻底更新了我的判准 以及彻底更新了我要怎么频繁比赛 数多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 没有累积到了一定的量事情 没有发生 没有迅猛发展的状况 你想你如何想象得到要解决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感谢正方四辩 在精彩的总结成之后 主席在此宣布 2017年第16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小组赛第15场正式结束 谢谢各位的参加